明杰同时呢 那两岸跟台海之间的关系 也是外界观察 未来十年相对最危险的军事战区 对BBC报导 就是说这一个 不管是中美关系的发展 或者是台海的一个情势 可能是这个美国下一任总统 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同时有包含像太平洋舰队的 前任的一个情报局长 法内尔他还预料说 未来从现在开始 2020年到2030年 这中间的十年可能是台海 最危险的一个时期 那这篇报导里头访问了 包含像伦敦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 或者史丹佛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 那中间都谈到说习近平 想要夺台的这一个企图跟野心 都超越过去 包含像毛泽东跟邓小平 那当然事实上习近平 想要併吞台湾 我觉得这已经是天下皆知 国际都知道的事情 倒也不意外 那不过这篇报导里头 特别谈到就是说 习近平为什么这么 这个有强烈的企图 要拿下台湾最主要的是 他希望他的这一个 在中国建立的历史地位 要能够超越毛邓 因为过去毛泽东 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处理 并没有做到 可以真正的统一中国 所以他们是担心说 这一个习近平 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那特别2018年 他又这样子用一个 所谓的终生子连任的一个 这个做法 让他的这个整个对台的一个 并吞的企图更为大增 那所有对外的发言 跟军事上的动作 都这一个剑指台湾 那表示说 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跟决心 不过这个部分 事实上这篇报导里头 特别谈到就是说 其实也不要轻忽美军的一个 这个过去在海外派兵战争的 一个作战意志 那像这个法内尔 他就谈到说 过去不管韩战也好 或者波湾战争也好 美军一旦决定要介入 一定就会想办法取胜 所以这个部分 他认为说 对于习近平 他在决策上面 是不是要武力犯台 一定会有一个 遏止的一个作用 不过这个整个 我们看到近期整个的发展 不管是美台 共同联手 或者是说 台湾的一个防卫的提升 我们先谈一下 就是说蓬佩奥 这几天的一个南亚行程 第一个蓬佩奥 今天是到印尼访问 那印尼的部分 其实先前 外界曾经传出说 美方当然希望拉拢 印尼在南海问题上面 共同对抗中国 那先前美国的P-8A的反潜机 曾经有希望 印尼能够同意 他落地加油 但是印尼 他从过去来讲 他也是一直 不愿意选边站 因为像他的国防建设 非常特别 他过去是长期 跟俄罗斯 苏联 前苏联采购 比如说苏凯30 或苏凯227战机 但是同时间 他也有美国的F-16战机 F-16A 或者F-16CD 总共有30几架 那今年很特殊的 美国对于印尼 又均售一P-8架的 MV-22的余音机 两栖这个攻击的一个余音机 所以美国希望拉 把这个印尼拉进来 未来可能是在美日印澳 四方对谈对话之后 一个新的亚太北约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成员 这次这个新 这个访问就非常的明显 那先前还有包含斯里兰卡 马尔地夫都是涉及到 其实跟军事都有关 因为像斯里兰卡 美国的航母现在同意 可以让他这个停靠斯里兰卡 那马尔地夫 美国军舰也会去停靠 那其实更特殊的是说 这两天传出来说 本来越南不在这个访问行程之中 那越南突然邀请这个 蓬佩奥到访 所以今天的这个印尼的访问行程 结束之后 可能蓬佩奥就会直飞越南 那这一个动作 当然他们是说 这一个是突然造访 那为了要共同庆祝 美月建交25周年 不过我相信这事前 一定有规划 不太可能突然 但是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 突然丢出来的一个讯息 我觉得当然是 也是在给北京一个意外 那等于说越南 如果今天愿意在南海议题上支持美国的话 那美国在对抗中国上面 他有更多的盟友又开始 这一个累积 那对中国围夺效果更好 那最后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 台湾先前也传出说 美国的华府智库学者 有这一个保留一个空间 说蓬佩奥有没有可能此行 在美国总统大选年突然造访台湾 其实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未知数 但是并没有否认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AIT前几天还特别针对 这个台湾的网友答复 这个蓬佩奥有没有可能访台的 这个问题 你看他把这个问题挑出来 就表示这个问题留有空间 那他的答复更令人值得玩味 是说他这个AIT的发言人说 期待下一个美国官员访台 他并没有完全的说死说不可能 所以未来五天其实蓬佩奥 有没有可能突然这个席选台湾 到这个台湾这个在访问的过程中 然后让北京大吃一惊 可能为美国总统大选 也会增添性的变数